三方单位,扶手也不能看 一个小房,其实真的很小 其实真的两米成三米 Hello,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Peter 今天我来看一个新发展项目 我就是帮客人选购有关的物业 这个发展项目其实是曼城北辨 我一拍周围的环境给大家看 看环境好就看我了 这个发展项目其实已经有八成入货了 记得到,很多人住着,小朋友也在玩 因为这个大的发展项目 就变成了内街路段 其实都不会有其他外来车辆进来的 全部都是一些住户 或者可能刚刚有人送货 或者一些装修之类 在我旁边右手边的 就是这些示范单位 我的客人想买四房的单位 所以就看这一款 这个发展项目就是中型的发展项目 但其实我大致上也看过它的物业 其实用材料和手工质素都不错 这个是三房单位 我的客人买四房 不过我也比较一下三房单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三房一进来 已经空间就是这么多 就是一个很窄很收场的床位 圆关 不过下面也有一个叫独立的 down stair toilet 有个厕所 我开开灯 是不亮的 不知为何不亮 OK 好 我就快地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客人要的三房单位 不过我来到的 没理由只是看一个示范单位 来到也拍给大家看看 快发手拍一拍 刚才我说了 始终四个人 如果小朋友都比较大 其实真的买四房单位好用很多 大家看看 我就很快地给大家看一个三房单位 就是这样 客厅就没有了 对不起 饭厅就没有了 客厅有 饭厅区就是这个位 有个四人餐桌 有隔六人也可以 这里就放多一个位 那里放多一个位 但是很逼夹 好 这样就 一样 跟刚才看那个 一样 OK 那这个就是Lamlade 的worktop 就是这个厨房桌面 好 好 地下呢 其实就是 胶地板 好 那 这个是 储物空间 电制箱 也可以在这里 好 接着就上去上高看了 两个三房单位 始终 扶手也不能看 其实 好 上来 右手边第一个房间 一个小房 其实真的很小 小房 其实真的两米 成三米 就是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做书房就好一点 睡房就真是 你能放到睡床 你就不太能放到东西 睡床 OK 那你说矮的小桌也行 你说高身衣柜 行不行 那就遮了部分窗 所以这间房 其实小房之中 也是很小 所以我觉得是做书房 比做睡房 所以你说买三房单位 起码是一间 不太能用到睡房 就变成两个睡得到人的房 所以你说一家四口 其实真的要买四房 好一点的 OK 这里就是一个小的商人房 是可以放到一张商人床 但是 又搬不到衣柜 对不对 床头柜也放到两个 那衣柜呢 怎样 还有呢 可能有个电脑桌 梭装桌 有没有地方放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间其实当是一个单人房 会好一点 OK 那是第二个房间 看第三个房间 就直入 那它也是套房的 那尺寸还可以 因为始终它也是 有个座位置 有一个电脑位 可以放到衣柜 也有一个位置 就是衣柜位置 其实也挺深的 因为它后面有部分 是楼梯的 顶的位置 好 接着就看套间 套间 要求就不太多了 一般套间 你都不会要求 浴室很大 OK 那就小小的 OK 最好也是有个窗的 所以这个整个三房单位 我就很快的 下一次给大家看 那大家立刻比较到 一个三房和四房的分别 OK 就这么多 那就跟大家看了 一个四房单位 很仔细看 以及很快的看了 这个三房单位 大家的感觉如何 哪一个适合自己 多一些 当然了 好享受大家的客户 talked accurately 着 calculator 例如 几家的人居住 小孩子 都对大家跟你 interessante 所以每个人都要求不同 OK 那今天是这么多 谢谢 拜拜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 上我們的網站或者電郵我們去了解更多的資訊